就说为什么 签ECFA之后 我们可以在大陆 拿到那么多的优惠 早说清单你看 80亿 而且整个十年下来 是几千亿的 为什么可以得到那么多 就是因为大陆给我们 比较好的关税待遇 那假如将来ECFA没有了 那这些优惠的待遇就没有了 那如果你是在台湾 继续生产 以前在台湾有优惠 未来在台湾没有优惠 那没有优惠的话 你的生产成本就相对增高 那头个坏掉的人都知道说 那在台湾没有优惠的话 我一定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生产 才有优惠 台积电为什么要去大陆 因为他们有规定 你要卖的东西 是在我这边生产的 你才有相当条件的优惠 全世界很多国家 就这样规定 所以当台湾没有这些优惠的时候 设厂只会离开台湾 去有优惠的地方 就像以前台湾 台湾为什么以前有很多人来设厂 因为人工成本在其他地方高 所以在台湾设厂那时候人工低 土地取得也便宜 相对竞争力高 等到台湾土地取得又贵 人工又高的时候 就跑到大陆去 这是相对比较 所以当台湾没有这些 官方一岁条件的时候 有谁会要来这边设厂呢 那台湾又不 东协加山又加入不了 RCEP也进入不了 那你要跟全世界这么大的 区块的经济体你都没有优惠的时候 那我要是投资者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有优惠的地方竞争 因为同样设厂 条件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去那边设厂 然后我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优惠 台湾现在的人工也不便宜 土地取得也不便宜 我看不出来说这么多人要来台湾投资 是为什么 全世界的经济就是相对竞争力嘛 那我到什么地方去 设厂相对竞争力比较高 我才能够把我的产品 跟人家有价格的竞争卖出去啊 所以那他们那些人的说法 完全违背了经济的 最基本的ABC原则 我请教一下 其实我观察 很多这种论调就是 他们看中美贸易大战 中美设计争霸 他们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人 都在帮美国加油 帮美国鼓掌 然后眼睁睁的 甚至还希望中国被美国 一拳打倒在地 最好啦心灾乐祸 你觉得这样子 会如这样的状况 你怎么看 那已经是情绪性的仇恨了 觉得说被教育成说 大陆都在打压我们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 一个国家可以把大陆打垮 我就很爽的 那他觉得说 美国赢了中国大陆 在中美贸易大战 第一 美国会赢 然后第二美国会赢 那美国赢 台湾会有好处 他们所以 他们这是两个判断 他们这个完全 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完全错误 就算美国赢了 但是大陆还是这么大的市场 那如果说你站在美国的立场 那好 他打赢了 那对大陆来讲的话 台湾你要跟美国签 就算美国给台湾优惠好了 那你做首期的 美国才两亿多人 你一年最多卖多少手机 大陆14亿 你做家电的 台湾是一个外销型的国家 你的产品应该卖到越多地方越好 所以你选择了一个市场 我认为市场相对比较小 去跟他合作 来打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大的 而且要回到历史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ECFA 这十年多来 其实大陆一直在对台湾 在经济上 包括在观光上 在促进台湾的经济成长上 是四处善意的 可是你这个筹划的心理 越来越重的时候 甚至筹划到说 当陆克少的时候 说陆克不来也没关系 台湾的旅游品质可以提高 空气变清晰了 他们是这样讲的 但是现在又觉得 这样不太对了 又希望说更多的陆克来 可是问题就来了 ECFA是在九二公司下签的 那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习近平从来没有讲说 像中美签约对不对 中免签约 从来没有提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 那现在如果说因为蔡英文 提出等于是两国论 然后对方开始改变了 所以ECFA的问题 会不会入方同间检讨 我觉得这是要考虑的 ECFA是签在一个平台上面 这个地基叫做九二公司 两岸直航也是九二公司 今天台湾已经从上到下 全部推翻九二公司了 那大陆还要继续执行ECFA吗 要吗会吗 那这样的话就正坐实了 蔡英文讲的 不要怕我们坚持 我们坚持下去以后 北京会对我妥协的 董哥会这样吗 因为你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ECFA的利益 其实最主要都已经变成在支持台独了 你以后实际的情况来看 ECFA的利益 所谓大陆对台湾让利 其实是让到很多的台商 但这些台商很多台商回来台湾 或者甚至是在台湾的工厂 因为有ECFA他人不用到大陆去 他其实都在支持台独啊 所以他现在变成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变成很多人就有恃无恐 我先赢了你要怎么样 你敢停吗 对啊 你敢停吗 怎样 我支持停欸 我是不是卖台啊 你要是停的话就说 你看破坏两岸人民的感情 就怎么样 其实不用破坏了 现在两岸人民已经没什么感情了 你就实际上情况来看 最近 户比士公布了 台湾的大户豪 第一名是鼎心为家 第一名 那很多人想说奇怪 他不是在台湾被打了 趴在地上吗 趴在地上 现在他家的那个还去坐牢 卫英川还去坐牢 他的产品都不能上架卖 只有一个卫权先来 全部被打压 下架 连1012我一定要补充 董哥你知道多严重 有一股势力 在台湾有一股台独的势力 连结了我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趁着顶心为家在台湾倒霉的时候 逼他卖101大楼的所有权 因为本来101是顶心拿走 毕竟台湾人 而且101是有公有土地 有老百姓的持股 是为多的 结果趁那个时候 把他逼他卖出来 结果最后落到谁手里 我当时就预判说 一定落到日本财团手里 果然101 大家在看跨年放烟火 好开心喔台湾之光 我呸 我呸 101 现在的老板是日本财团 好我讲完了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你刚刚在讲 险后很多人来跟蔡英文要收割啊 你知道 你知道过年前发生一件事情 台湾有个 有个叫馆长的人 很厉害 他挺谁谁就当险啊 过年前 我们现在过年前 现在才不到一个礼拜嘛 过年前他呛 基隆市政府 哇 林又昌 基隆市长 你险前答应要给我2000平的土地 让我盖健身房 你怎么现在就反悔了 你们险前一张脸 险露一张脸 林又昌就说 館长这个人我一辈子没见过他啊 你到底是跟谁那个 不晓得谁去跟他谈 然后林又昌又 把基隆市政府查了一下 我基隆市政府的官员 也没有人跟你谈过啊 对 啊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险后喔 险前我们不一定会收钱金啊 可是险后我要收后卸啊 这就是这种概念啊 你刚讲的是国际跟蔡英文要动要吸 现在台湾很多人也是要动要吸 你刚讲的101 日本人 日本人对蔡英文过好吧 对不对 所以逼走了顶星未嘉 顶星被他逼走以后 他以前在台湾只是排五六名 他现在排第一名 他产品在台湾没有啊 你吃得到康世傅吗 吃不到 以前有一阵子超商还卖 现在全部被下架 没有一个东西的人卖 结果他变第一名 第二名国泰金控 国泰在大陆投资很多 对 第三名旺旺忠实的老板蔡衍明 对 第四名国泰铭 蔡衍明 旺董应该很高兴他 然后第五是那个富邦 富邦就是蔡平东他们家族 国泰跟富邦其实是同一个家族 然后都是蔡家 蔡家分出来 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些台湾的守护 排前五名啊 全部在中国大陆做很多投资 对不对 全部 而且顶星是被几乎被赶出了台湾以后 他本来五六名变第一名 那你就知道大陆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 所以被赶出台湾是个好事情 当然是好事啊 所以我讲这个 其实你跟现在台湾的经济环境就有关了 因为蔡英文每天讲的那套话术 对年轻人是有用的 可是在实际上 不管在全世界或在两岸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看了他的很多东西是吃杯的嘛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 我再讲一个新的东西 这新的东西其实也是过年前发生的 中国大陆宣布了 第一个我们能够超过14亿 第二个人民的GDP 超过一万美金以上 就是这是破万美金啊 因为习近平是要拉 拉近那个频路差距嘛 那这个其实是算一个进展 第三个信息台湾也没什么人报导 第三个信息 广东这个省啊 他的GDP 全世界排名13 跟其他是国家喔 跟其他的国家比 超越谁呢 超过澳洲 超过西班牙 他现在介于俄罗斯跟韩国之间 就把广东这个省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越格来比的话 他一个省就排在其他国家中间排第13名 是那其实大陆排名前20名的 用省来跟人家国家来对的 包括江苏 包括山东 包括浙江 包括荷兰 都在20名之内 福建也不差啊 福建已经超过台湾了 是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 我们就是就市场来讲 所以他已经不是你嘲笑了 这种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 台湾他们所谓台湾的主流民意 你看民进党跟国民党 他们都在号称都在爽那个 台湾主流民意 就是哈哈哈哈你大陆不行了 对 我觉得 因为他们看到 所谓的中美大战 我都讲说大陆跟美国的贸易大战 他们就觉得很多人很爽 可以帮美国可以怎么样 可是中国大陆今年 没错他经济受影响 我们在节目上也不会说不受影响 对他GDP要保六 是啊 现在大概6.1左右 就以前很热 现在可能稍微温度凉一点 以前8点多嘛 他受影响 但受影响 他的成长还是不得了 我刚刚讲广东 广东也受影响 广东6.5 那他全世界排名13 就是你可以看到了 当你每天去研议他 消遣他 你知道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然后每天被民进党洗脑 那台湾的媒体 我刚随便讲这些东西 台湾媒体几乎也都不会报导 因为报导以后为什么 报导以后不会有收视率 是 报导出来 民进党也不开心 所以所有对大陆正面的报导 或者真相的报导 都是不讨喜的 是 所以报导大陆只能报导 哦 武汉又死了一两个人 或怎样 就是一定要 来势汹汹 对 我们要严守我们的国 国境安全 然后如何如何 就是去 后面的新闻才要 哦 那你今天看到 他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媒体报导 所以下来的话 哦 台湾就很多人就 醉生梦死嘛 对啊 他看到东西跟 跟一般正常人看到的不一样嘛 你当然好的坏的都要看 但是你要看他的经济怎么成长 他的 哦 那种爬出来的速度 你看习近平跟 翁山苏姬他们的会谈以后 那他的势力已经要进入了印度洋 所有这东西跟台湾都会有关系啊 因为大陆越强不死至今世越强 他的经济能力越强的话 我们周遭东协所有东西都会过去嘛 只有台湾没有啊